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已是年29日 明天已是年29日 明天已是年30萬 在此也要和大家先拜早年 祝大家辛丑牛年 身体健康 萬事如意 裁員廣盡 好 上一集我們說了美國的寵物股 今集 一來就要輪到香港的股票 二來很多讀者也有進來問 關於剛剛上市的快手 我在今個月的第一集 投資日子已經分析了快手 但有很多讀者也有 電郵進來也有 留言也有 所以就省工夫 直接把我已經分析了那些 放下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快手的財務 和經營狀況 和背景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 快手是在國內已經沒有任何壟斷的服務 即是說它所有的業務 在中國也有其他人 和它競爭 是在中間的 為何我這麼喜歡 譬如電子煙的股票 譬如電子煙的股票 很多讀者都誤解了我的意思 就是 逢是會上癮的東西 就不是說它一定會升 即不是說股價一定會升 一定會賺錢 為何逢是會上癮的東西 都會一定賺錢呢 原因就是 因為逢是上癮的東西 政府都會監管 甚麼叫上癮 即是你吃煙的 你吸毒的 你會上癮的 那你會上癮的嘛 那如果個個都可以做的話 那些人就會讓你全部上癮的 那政府一定會監管的 那政府監管 就出現了一個甚麼狀況呢 出現了一個壟斷的局面 監管嘛 不是個個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 不是個個都可以做的 好了 現在在中國快手 其實它所有的業務 都已經不是壟斷的 還可能一件事 它越來越多競爭 所以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不是 就是 舉一個例子 哪一個是壟斷呢 騰訊就是壟斷了 recheck就是壟斷了 在中國是沒有第二間公司的 即時通訊軟件的 只有一個公司 那它就是壟斷了 那又或者一件事 你說過去 過去的支付寶 微信之父 或者是銀聯 都是壟斷 因為為什麼呢 中國只有三間 它不發牌就沒有了 但是呢 現在就不是壟斷了 現在最少有六間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那件事沒有壟斷 沒有壟斷的意味在這裏 坦白說 我是沒甚麼大興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壟斷 或者在一個很open competition裏面 除非一件事 你那個技術含量是很高的 沒有人可以及到你 譬如說台積電 那已經很清楚了 它本身是沒有壟斷的 即是法例上 沒有人會幫台積電 說你一定 只有台積電才可以做 即是 兩奈米或者三奈米的晶片 但是問題是 技術含量呢 它就壟斷了 譬如說 ASML的 技術含量上 它就壟斷了 但實際上 社會上 即是它的政府 是沒有限定 哪一個人 都可以做得極致光的光機 但問題是 它有了技術含量 例如直覺手術 那些就是了 你也可以做DarVinci System 不過你做不到 對吧 所以問題是 即是沒有壟斷性的東西 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所以我對於快手 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但是我今天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歷史 它現在的財務狀況 值不值得買入 大家一直聽下去就知道了 鑽石狗是再創新高 最高是去過301萬 但是港股開市之後 就被港股拖累了 就變成299萬 即是增值了199% 那美銀也做得好 美銀就去到 美銀35萬免費組合 就去到68% 我記得好像 一會看就知道了 68% 但是美銀的收費組合就更厲害了 美銀的收費組合 12個月就去到81% 就碰到NASDAB的80% 今晚我會放投資日誌 今晚我會放投資日誌 到12月份的收費版 到我們的網站 大家可以進去看 大家如果有興趣 訂閱我們2月份的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謝謝 因為這個節目就是我作晚錄 我就在星期二的4點半錄 但是星期二呢 其實北水已經收了一點點了 最後升了一百五十幾點 但是成交就很銀 只剩一千五百多億 我相信今天星期三會再銀 星期四又會半日市又會再銀 因為農曆年假期 通常國內都會放到年初八 所以應該要再下個星期 即是22日呢 北水才會來回 大家就要 在中段這段時間 可能要牛皮一點點 但是美股就沒有休息 但是大家知道 現在美國的資金 就會比北水少很多 香港這邊 所以在今天下午 我們先看看這組合 鑽石狗組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每個星期都推出一次 去到199%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進 我們在1月7日 就買入了PayPal PayPal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就升了22% 大家看到 當然我們買入ASML 就沒有什麼升跌 不是只有你快手才會升 別人也會升 35萬美元免費組合 就升了68% 同期NASDAB就升了80% 我們美銀的50萬美元組合 就升了81% 剛剛避免了NASDAB 已經去到90多萬美元 已經是 好 那麼 李小嘉離開後 就換了 全民就是這個 全民就是摩通 李小嘉也是摩通出身的 也是摩根史丹尼出身的 全民就是這位 國際市場的CEO Nikolas 就會出任 港交所的行政總裁 就代了這個李小嘉 很明顯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李小嘉的共產黨尾好龍 現在呢 即是他要吸引外資進來 擺一件外資 就差很遠了 還有一件事 他也是投行出身 叫人來香港上市 叫人來香港投資 就適合了 所以 就換了Nikolas 但只是全 暫時來說 Nikolas和港交所都沒有評論 好 那我們就說這個快手 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 Stock Market Weekly 今個星期因為是農曆年 地產小專家應該不會變 都是與其推出 但是 一周股市大市 或者US Stock Market Weekly 因為是撞正這個 星期五就是年初一 所以 我們會看看會不會預先錄定 或者會不會是推遲一日 或者提早一日 我在英文節目中也說了 大家記得按YouTube下面的連結 左邊就是訂閱 右邊就是鈴鐺 右邊就是鈴鐺 右邊就會推送給你 好 我們先說一下快手的業務 快手是在2011年由程一笑所闖立 好像古龍那些江湖人物 哈哈哈哈 當時還是一個 在手機上幫你做一些動畫的程式 很簡單的一些小程式 當時還是這個3G的年代 去到2013年就正式成立這個短視頻的平台 因為2013年就快就會有4G 其實是 他在2016年就正式成立這個直播 然後在2018年就做電箱和小程式 所以其實快手本身 在10年前 現在10年前 他就是做一些最簡單的 讓你下載下來 幫你做一些手機動畫程式 當然是很簡單的 現在大家都可以的 我也下載了一些 想幫我的影片做一些動畫畫頭 現在還在搞 大家知道 我對於這些東西 坦白說是白癡 但相反地 譬如你叫我看一些 即是股票的業績 我又覺得很容易 我覺得很簡單的 即是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他熟悉的東西 你叫我去搞這些電腦程式 我用就可以了 你叫我去堆砌 我就好像丹泥一樣辛苦 在2013年 因為當時開始有4G 就開始做快手 真的叫快手 那就是一個短視頻的平台 2016年 因為4G又大躍進 所以他就開始做到直播了 即是我們說的直播 就不是直播給你說話 而是直播大貨 直播大貨 即是說有一些人他有東西賣的 你就可以開著那個手機 接著那些人就可以 加入你的平台買東西 那叫做直播大貨 然後2018年就做電商 電商 現在好像你那些叫電商 即是在網上 你可以賣 即是你可以進去他的商店 買東西 他有人送給你 等等 小程式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好像微信那些小程式 你可以下載小程式 幫你做一些會計 幫你做一些日常的東西 現在他那個業務 主要就是分這三樣東西 所以快手的業務 分為三樣 直播大貨 電商和小程式 三樣東西賺錢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雖然在網上比較萌 大家也可以看到 直播是他的原組 即是直播是由最早期2016年 他做了短視頻 2016年就已經有直播 直播是佔他賺錢最多的部分 但他賺錢最多的部分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看到他在左手邊 雖然我在網上拿這個 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2017年 2017年 他那個直播大貨 因為他要跟你 即是你賣到東西 他要跟你拆帳 他的收入 2017 18 19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以千人民幣做單位 千萬 十萬 八萬千萬億 2017年是79億 2018年是186億 2019年是314億 增長 大家看到已經是少了 但大家很奇怪 你看到從2019年 到2020年 大家都是以上半年去計 居然的增長 只有148萬到173萬 因為大家要明白 在2020年的上半年 其實疫情對於直播大貨 沒有什麼影響 疫情對於直播大貨 其實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大家都在網上 對不對 沒有大影響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直播大貨 經過了1、2、3、4年之後 他的增長率是急速下降的 只有14%多 但是 他開始在2017年做的線上營銷 就是我們俗稱成為電商 你看到的 大家看到 2017年很少 大的 1000萬 10多少多少 2千万亿万,只是3亿多 到2018年,就去到16.6亿 接着到2019年,就70多亿 大家看到,在2019年上半年 到2020年上半年,在线上消售 是增长得很强劲的 由过18千万,200多万 增加到700多万 这就是因为它在2017年才开始 直播大火,在2016年开始,甚至是更早 好了,最后的小程式,譬如下载 它的程式来用 它做一些程式出来,像腾讯一样 这个增长也很强劲的,在18年才出现 只有2千万,在18年只有2千万 到了2019年,就去到200多万 再到2020年的上半年,就去到800多万 这个增长很强劲 所以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它的原始 最早期,最为人知的直播大货 你一定要非常留意 究竟它2020年的下半年是如何 这是原早 大家看看它的直播大货 如果佔它整间公司的收入 是超过65% 是有六成八 如果这件事 再放缓的话 下面那两件的增长 是支持不到的 大家看到最低的小程式 收入占3% 线上营销 也只是占28% 线上营销 就是电商 也只是占28% 如果它的直播大货 再跌的话 增长再放缓的话 那就很大问题 我们看看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 大家看看 它由17,18,19,20 每一个 我们都是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就是头三季 你不要看静规算 因为静规算 很多是金融资产 它是计算股权激励 买债券等等 你看到的亏损很严重 好了 我们又让它放宽一点 用非会计准则 以及已经调整的利润 以调整 即是不计算非本业务 大家看到很神奇地 很神奇地 它在2020 第一至第三季 它反围亏损了72亿 它之前也赚钱 大家看看 它之前赚得少 也是赚 7亿 2亿 10亿 它反围 在2020年 倒蚀72亿 我相信Q4也不会达到哪 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2020年 我们已经去到第三季 因为疫情的状况 大家知道是1月至3月 最多是4月 最多是4月 它在销售费用里面 是达到多少 是达到198亿 即是接近200亿 比2019年 大了2.5倍 原因就是 广告和推广 这是财报所说的 所以大家要去看看财报 即是说 它在2020年 它用了大量的钱 用来做广告和推广 广告和推广 广告和推广 就是卖稿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 去做广告和推广 原因就是 竞争非常激烈 就是这么简单 快手有什么竞争对手呢 直播带货 有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就是抖音 字节跳动 就是他的母公司 TikTok 就是去到外国的名字 一间商店 字节跳动 就是母公司 在中国叫做抖音 在外国叫做TikTok 是一样东西 直播带货 他最大的对手就是抖音 现在来的就是BiliBili 不是只有你一个 直播带货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分成 他这个快手 他创作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不要找一些名人去做 什么人都做得 你有货卖 经过我的平台 卖到多少钱呢 我就要赚你手续费 是这样的 甚至你可能用他的送货 用他的支付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 他现在最大的敌人 就是抖音和BiliBili 而BiliBili是上得很厉害的 在读者来说 直货带货的版主来说 很简单 哪一个最多人看 哪一个收费便宜 就用哪一个 是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他要用很多钱去做广告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 别人的那个警告 哇,抖音这么多人看 我在抖音 同一样东西 我卖的东西 容易卖过来 因为大家知道什么是直播 那有人先进来看 也没有人看 卖什么 对吧 看看你有多少人看 多少人看 那又如何 做广告 卖广告 对吧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没有垄断 就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只有一个人做 BiliBili追得很厉害的 好了,第二个 电商 大家都不用说 网上卖东西 有谁跟他争 阿里 有谁跟他争 京东 对吧 就是淘宝 就是天猫 对吧 为什么他可以上得这么厉害 你基数低 你基数低 阿里那些以万亿计 对吧 对吧 或者卖的东西不同 另外小程式 大家都知道 腾讯 腾讯有小程式 大家都在用 微盟那些都在用 对吧 阿里也有 现在京东也有 对吧 这个我随便举计 它在一些小区里面 都还有 所以问题 你看到阿里 即快手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 去做广告呢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 去推广呢 原因就是 你如果不做广告 你直播一定输 因为你不够多人看 不够多人看 不够多人看 我只是这么做 我在镜头面前做直播 烧货的话 坦白说一句 没有人知道我用什么程式 对吧 后面是我做的 最重要你的程式 是多人看多人用 我在你的平台上 卖得快 多人看 你可以帮我送货 收佣金便宜 我就做 对吧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因为股价上升 便买下去 根据快手的财报 它在2021年最少的第一季 它的资本开支 即广告和推广的开支 还会比2020年更大 即是说可能它的亏损会更加严重 所以大家就要自己衡量 究竟你应不应该推那么多钱下去 这个就 我不敢说它的股价不会升 只要有钱入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它面对这么强的竞争 你究竟多久才能赚钱呢 大家看到 这是我在《投资日记》中写的 快手每个月的付费客户是6400万人 每名客户平均每月付费多少钱呢 其实是45.22亿 很少 中国有十几亿人 但你只有6400万人 你不要忘记 它已经是做了很多年 161718192001 做了六年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不是政策风险的问题 而是说你没有垄断的问题 我太多选择 我一减价就糟糕了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美团 为什么之前美团会蚀钱呢 原因就是因为你和兵多多斗 对不对 大家就减价就大家都蚀钱 对不对 有可能 即是你现在集资的480亿 坦白说一句 你也是帮他救亡居多 其实是 你也是帮他救亡 即是你给他钱 让他丢命 所以大家就自行决定 最主要的问题 你快手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软体 你又不是Adobe Adobe那些东西你做不到 对不对 你又不是腾讯 腾讯那些伺服器你又没有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你都没有 你只有一个短视频的平台 坦白说他现在每个都做到 对不对 京东要做一个都做到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一个 还有一件事 他应该可以 现在一定要给你用 你一定要给别人用支付宝 微信支付 银链 基里卡 京东支付 你全部要用 坦白说他更坏 对不对 你自己是没有支付的 对不对 所以一件事 我现阶段我就不会买 即是现阶段我就不会买 大家自己 如果你真的买了 你自己看着情况出现 因为短期内 你见到这样的话 竞争这么激烈的话 他那个盈利很难上到你 大家见到今天 这个是早上的 晚上他还升得厉害 升到350多元 但是 你见到他又是没有PE 因为他负 负是没有PE 亏损是没有PE 负PE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 同一道理 美团点评 大家会听到很多股票名家 股票名家走出来 唱好一些中国股票 中概股 我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点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 你见到现在美团 他的PE是238倍 他今天又出来说 他2021年的亏损可能达到33亿 33亿 33亿 因为可能要做一些新的业务 做一些新的业务 帮你买菜 不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他转型去一个业务 他的资本开支是很大的 我们今天才分析完这个Tesla Tesla的纯利率只有1-2% 原因是因为他在搞一间车厂 他做一间车厂 他有一个很大的资本开支 而这个 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 你的车不能卖 便变不回钱 所以我们喜欢什么股票 我们喜欢的股票 就是投资很少 你很方便用它 你不用它又不行 他加利加利就吹它 不账 就是我喜欢买这些股票 好了 那这些股票是什么呢 当我买入PayPal 就是了 他基本上没什么搞的 他基本上是没什么搞的 他基本上现在做 现在给你买卖比特币 你就一定要在他的平台买 你可以用比特币去买东西 可以买卖比特币给他 问题只不过是他收你手续费 他最厉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帮你在网络上 自由转换去其他地方 然后收你手续费 有些甚至是8-10% 你说他有没有技术含量 他有的 为什么呢 他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大家有用过PayPal 你知道他很方便 其实现在只是中国不允许 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问题是他不会虚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帮助他 他只是做一个中间人 但他很方便 你很难去做一个 另外一个软体 在同一帮客户群里面 去代替他 Square是另一件事 Square是在美国的小区里面 他又不是一些信用卡的支付 他又不是一些好像 Stone那些 所以问题是他有他自己的客户 他有高档的客户 有一般的客户 他就连一张卡都没有 Visa有张卡 他连一张卡都没有 你拿个数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喜欢这类公司 为什么他的资本开支是极少呢 他今季是赚了两倍 两倍 如果2020年对比2019年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他的顺利都是赚了七成 大家看到他有PE 他的PE是79.71 我买是买得放心 因为他在赚钱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们在1月8日 232元增持了PayPal 到现在一个月左右 大约是上升了22% 所以我们说 不是只有你中概股会上升 别人美股也会上升 对不对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在YouTube投资不记已经说过 你看到美股 大家看看这个图 很多人都说美股会爆发 很多不同的评论员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 我看过一套 叫做《千王之王重出江湖》 《千王之王重出江湖》 当时在片尾 有一个叫做向习北 他就跟了《赌神龙四》 就是謝賢飾演的 最后就学了赌术去报仇 他去到常昆的赌场 有一个年轻 我不记得名字 他洗牌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但当然最后都输给向习北 他说了一句 他说 你洗牌很厉害 不等于你赌钱也很厉害的 大家记得 你评论一只股票很厉害 不等于你买股票赚钱也很厉害的 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看看 道指 你看回他经过急跌 pandemic之后 其实道指不是很高 大家看看 他跌之前是29,000多 他现在也是31,000多 所以我看不到道指如何会大跌 我看不到他如何会大跌 在疫情里面 他也不拼了 怎样疫情适合复苏 我拼了一下 那就不会 但我看纳斯迪就不同了 你看到纳斯迪在pandemic之前 差不多9,000多点 但他急速下跌 抽上去之后 他现在是14,000多点 即是说他比pandemic之前 是升了4,000点 大约是40% 这个上升有没有道理 一部分有 为什么呢 因为在pandemic里面 在疫情里面 的确是多了很多人 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 没办法一定要付钱 例如zoom就是 zoom zoom trades等等 很多都是 我出不了街 对不对 但问题是说 有一些是真的太高 例如tesla那些 很明显太高 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 你看看他的交付量 你看看他的卖价 你看看他的纯利率 是低得很厉害的 所以大家在美股里面 一些科技股 当pandemic回复正常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相当强烈的调整 如果太高的话 尽量买入一些 不要偏离的 那个 那个 合理的股价太远 比如说 你说现在 美团的 你说两百多元 我觉得他合理 但是你去到四百多元 甚至有人吹到五百元 我觉得就不合理 我说了很多次 我说 腾讯 其实他的价格不是很贵 腾讯是可以的 因为你看到他的游戏是赚钱的 而且在中国来说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的规模 不是的 你看到IGG就很小 是不是 网易都可以的 其实你看到 不是所有中国概念股都有问题 有些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有些真的没有盈利 现在很多身上少的 真的没有盈利 那些大家就要看 所以你看到PayPal 他增长是七成 我不要算他最后的季化力 七成 那现在有79倍PE 那有什么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台积电 给我们买入的时候 升了超过一倍 他也是三十多倍PE 那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就去到199% 再创新高 我们的网址 2月份 YouTube投资筆记美股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投资日志 我已经讲完快手 大家知道 我已经讲了 蔚来汽车 今集我会讲 讲气 中国的电子支付市场 我就会讲Bilibili 接着就是百度 百度大概会在三月上市 就最近 他会和吉里合作做电动智能车 我们都会分析 当然我们都会分析9988阿里巴巴 是不是 阿里巴巴其实他的股价是OK的 是OK的 你不要管蚂蚁 他是OK的 问题只不过是政策风险 我们讲了很多次 到今天为止 阿里也是OK的 他每年的盈利 二十多个百分比 是OK的 问题只不过是政策风险 阿里 腾讯 是OK的 其实 甚至小米 如果小米真的可以代替华为 小米也是OK的 其实 不是所有不OK的 有些是OK的 但是很多现在身上的那些 他的盈利是没有的 那盈利也没有 那怎么可以呢 是不是 好 那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那免费的有你现在听着的 香港财经厄 美股财经厄 那接着也有我们的 投资日子 网字 那收费的只有两样 投资日子 港股文字版 以及YouTube 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凌光幕 那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的电邮 PayPal账户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 那明天 应该可以出现 地产小专家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 再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大家记住 明天看看这个 地产小专家 那至于你说 一周股市大市 或者是美股呢 那我会尽量 在假期里面 放回去 那大家记住订阅 好吗 好 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地产小专家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